就在上周 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的 推特官方账号分享了一起官司 格外刺眼 这是纽约警方刚刚破获的一桩 关于人口贩卖及卖淫集团的刑事案件 之所以能够引起华人群体的关注 是因为联邦法院公布的信息显示 这一纽约皇后区犯罪极端成员 基本上为中国公民 年龄在23到41岁之间 且部分并不具备合法拘留身份 这下以老实本分立足于美国社会的华人群体 可是让美国人大跌眼睛 并且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与公开 这个犯罪团伙极为丑陋 且丧尽天良的罪恶面孔 一一呈现出来 现如今网上流传的一句话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但这个犯罪组织却反其道而行 他们是专门逮着中国人使劲坑使劲骗 根据New York Post和Yahoo新闻的媒体报道 犯罪分子以纽约州皇后区为基地 将从中国胁迫和拐骗来的女性 输送至包括德克萨斯州 华盛顿州在内的全美九州进行卖淫活动 据了解 他们在2019年4月到2021年9月期间 以来美务工等为由 先后招募了至少15名来自中国 且不具备合法留美身份的女性 为该集团提供卖淫业务 犯罪分子会安排这些被拐骗来的女性 从纽约州旅行至 华盛顿州 德克萨斯州 俄勒岗州 堪萨斯州 密歇根州等地 入住犯罪集团控制或监视的公寓内 然后胁迫他们在公寓内进行卖淫活动 几周后 受害者会再被送往下一地 等待新的任务 而每次交易活动完成后 犯罪集团将从嫖资中抽取至少五成 然后用这些非法收入 再继续拐骗更多的女性 要说都这个年代了 一个个的大活人 为什么还会束手就擒 甘心成为别人的非法敛财工具呢 这就要说到这个卖淫组织最为可恶的一遍了 根据司法部公布的文件来看 为了让拐骗或胁迫来的受害者服从指令 完成卖淫活动 犯罪分子使出了极其恶劣的手段 让受害者无法反抗 这一犯罪团伙会在受害者入境时 第一时间搜走身份证明文件 并通过恐吓等方式 获得他们在中国的家人的住址 让他们不敢轻易报警 同时 犯罪集团还会委派其他成员担任假嫖客 让受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放这些同伙进入酒店房间 一旦入室后 这些假嫖客会用胶带或铁锁捆绑住他们 并封堵住受害人的嘴 然后用铁锤棍棒或电击枪施暴 再夺取他们的财物 让这些受害者长期活在恐惧下 加之语言不通 从而不敢套走 法院公布的搜缴出的部分微信录音 可以在线犯罪分子对胁迫拐 拐卖来卖淫的受害者的施暴瞬间 警方还表示 这些打手甚至为了证明自己按要求 执行了殴打任务 还会在施暴过程拍摄视频向上级回报 其中一名受害者被打了住院六周 坐轮椅几个月 另一名受害者半年内无法行走 还有一名女子则眼部受到重伤 视力出现严重问题 在执法单位录取的一段电话通话中 一名成员教唆另一人 明天往死里打 敢反抗就打得更狠一点 要打出点效果来 钱不能白扔 在另一段透露的对话中 一名成员说 这次不一样 咱不要绑手 一个人掐着他的喉咙 另一个人往死里打四肢 绝对不能发出声音 打到他不能反抗为止 完事了 拿了手机就走 由此可见 这群为非作戴 唯利试图的犯罪分子 是如何对待千里迢迢 满怀希望而来的同胞们的 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 真的是天理难容 现如今 联邦检察官对这伙人提出20项起诉 包括诈骗 性贩卖 暴力攻击 或不司法抢劫 也称反敲诈勒索法 该联邦法将以敲诈 抢劫或其他暴力方式 干涉周际贸易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检方要求法官对每一名被告都下永久拘留候审令 因为他们对社区有危险或有逃跑的可能性 检方也要求严惩被告 并说其中7名被告最高可判处终身检禁 纽约东区检察官Brin Peace在新闻发言人中强调 人不是商品 本案中的受害者 无论他们是何种移民身份 都不应该遭受暴力和脅迫性的性活动 我们由衷希望 今天犯罪分子的落网 能为遭受伤害 以及承受恐惧的他们 带来某种程度的正义 同时FBI 纽约亚裔犯罪集团联合专案组确信 该人蛇集团 可能对更多在全美各地发生的攻击女性事件负责 因此呼吁更多受害者举报 可以登陆FBI网站tips.fbi.gov 可直接用中文在网上进行匿名举报 好了 如果大家有相关线索 切不可手软 我们努力提供更多的犯罪证据 让这群不法分子把牢底坐穿 永不见天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